一眨眼的时间,肖战和杨子出演的电视剧《余生结束》已经有半个月了,但是大家觉得还有些回味无穷,可以说作为一个实力派小花杨子,真是不负众望,每次都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,甚至突破了自己原有的自己。 那么在余生结束的时候,网友想起了另外的一个爱情剧,就是两年前,杨子跟自己大学同学李线和合作的亲爱的热爱的。 小编觉得,顾卫和林之校,以及童年和韩商严的爱情,各有特色,但是都没有让大家失望,甚至可以说,作为男神李线也是名副其实了。 在她的老同学杨子,先后迎来了好几部剧的时候,其中包括重拍的《青三行》,以及开幕的《陈香如谢》,还有新拍摄的《长相思》。 那么,她的同学李线在忙什么呢?毕竟在两年前,李线很忙的,但是参演了两部电视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,以及《剑王朝》,一部和杨子,一部和李一同。 其实,李线今年也是很忙的,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,因为之前已经有网友说,李线和神仙姐姐刘一飞,在拍摄去有风的地方。 这是一部田园生活治愈剧,值得注意的是,李线担任男主角,春夏担任女主角,除了两人之外,还有魏大勋、周游、朱亚文参演。 这样该剧可以说是阵容强大的一部电视剧,像朱亚文、春夏,都是地道的实力派,还有魏大勋的参与其中。 为此,也多了几个看点,可以说作为一个男艺人,李线在事业发展成可喜的态势,他尝试从多个角度,多个层次,让自己觉得多样化,无论是古装剧,还是现代剧,都能达到很好的提升。 这一点让大家觉得无可厚非,网友觉得,在《亲爱的热爱的和剑王朝》中已经有了很出色的表现,那么时隔两年以后,网友期待李线再次有出色表现。